低小人生 好大家好我是Kiki 平常在follow影片或Instagram朋友 应该都知道我超爱去韩国的嘛 光是今年我就去过三次 接下来计划要去寄州岛跟首尔玩 所以我身边的人最常问我的问题是 韩国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为什么我可以去这么多次 因为亲朋好友或是粉丝要去韩国之前 一定会问我一堆韩国新鲜相关问题 所以我决定 与其一个一个回私讯重复一样的内容 我倒入直接整理一个保姆级韩国新鲜攻略 保证要去韩国玩的朋友 看完这集之后就能解决80%以上的问题 那在我开始分享之前 还是要麻烦大家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了 精彩影片咯 来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常被问的生活问题 SIM卡的部分 基本上我都是定KK Day或是可陆可上 平价高的 但我后来发现eSIM更好用 因为它不用另外插卡 厂商会发一个序号或QR Code给你 你只要到机场 连上网络扫QR Code 按照步骤就可以使用了 那它跟实体SIM卡的内容一样 可以选择多少流量天数 也有一些是有附电话号码的 我也有把我之前买过的eSIM网址 放在资讯栏 不过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管你是要买SIM卡或是eSIM 如果你们有计划要去韩国那些名店 是需要用电话号码预定的 记得要买那种有附电话号码的eSIM或SIM卡 那韩国电压的话是220V 一定要记得带转截头 如果真的忘记带也没有关系 大创有卖 韩国的超商像 CU GS25 7-11都有卖 那韩国四季穿搭的部分 除夏天之外 基本上都是洋葱式穿搭 春天3到5月气温大概都在0到20度左右 有时候3月因为在冬天尾巴还很冷 可能会需要穿到芋绒衣 但4-5月基本上就是长袖长裤 我每次都会多戴一件厚的大雪TU外套 里面穿一个薄的长袖奖 然后韩国的夏天6到9月呢 其实跟台湾差不多 所以你在台湾怎么穿 你就在韩国怎么穿 但因为韩国近两年的夏天都是鲍鱼型的雨季 所以一定要记得带雨扇跟拖鞋 再来就是即将到来的秋天9到11月中啦 我觉得秋天跟春天的穿搭差不多 一样就是日夜的温差很大 90月可能穿个不外套就够了 但11月开始有时候可能会需要穿到大衣厚外套奖 那最后就是12月到2月 我跟你讲韩国的冬天真的没在开玩笑的人 我之前12月中去的时候还有遇过-12度 想看雪的人的话12月中以后比较有机会啦 那因为韩国室内都会开暖气 所以我建议大家除了羽绒衣之外 里面可以再穿一件发热衣 再配上好穿脱的大雪T或毛衣 大部分去韩国玩的朋友都是多人行动嘛 所以可能会遇到算钱的问题 只有私心想要推荐两个很好用的分账工具 一个叫Spitwise 另一个是LINE的分账机器人Lightspit 他们两个的好处是 除了有很多币值可以选择之外 你付了多少钱欠多少 他通通都帮你算好了 当然这个也不只有韩国 不管是到哪里或是跟谁玩都可以用 而且还可以避免很多经济纠纷 另外韩国爱与南北韩的关系 他们是没有在用Google Map的 所以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下载好 Never Map或是Cacao Map 因为Google Map上面的韩国资讯 几乎都是不准的 然后地铁的部分 你们可以下载韩超地铁或是Cacao Metro 前者是他有付中文的暂名 搭乘时间车子要多少钱等等 但我自己比较习惯用Cacao Metro 虽然他只有英文服务 但界面上我觉得比较干净也比较清楚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翻译软体 就是PapaGo 这个是韩国人自己出的翻译软体 所以韩番中的准确性 我觉得比Google还要高 最后呢就是换钱的部分 基本上韩国就是一个刷卡比现金还方便的国家 所以我都会带一两张海外回馈高的信用卡在身上 不过有些人就会问 那这样到底要不要带现金 要的话要换多少钱 我跟大家讲 还是要换一点现金 但不用换多 因为韩国的交通卡T-Money Card 夹子都是要用现金夹的 有的时候买衣服如果不是那种连锁 而是单衣小店的话 用现金买还可以再赔一个一两千块韩币 所以我会建议 晚三天以上的朋友可以带个五千台币左右 然后汇率最高的地方就是明洞的一品香 那在今天下一个主题之前呢 毕竟今天是韩国攻略嘛 大家也知道韩国人很喜欢喝咖啡 问走到哪都有一堆的连锁咖啡 或是漂亮的咖啡厅 因为对他们来说 喝咖啡既是一种社交文化 比如说聚餐吃饭的时候 有人请客的话 通常他们就会接着去咖啡厅继续聊天 然后再有另外一方请客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韩剧里 经常可以看到主角没事就在喝咖啡 或是到咖啡厅里谈事情 所以今天我也想来推荐一个 你们一定不陌生 而且韩剧里常常置入的咖啡机品牌 Nespresso 他们新出的Virtual Pop胶囊咖啡机非常厉害 之前我有跟大家提到 我因为在剪纸 有把饮料戒掉 改喝零卡饮料或是咖啡 所以现在平均每周会喝4-5次咖啡 除了因为剪纸之外 也是拜这台胶囊咖啡机所赐 这台Virtual Pop胶囊咖啡机有几个优点 我觉得很值得入手 首先第一眼最直观的就是它的外观 这系列一共六种颜色可以选 白红绿黑蓝黄 非常轻巧只有3.5公斤 它除了外观设计的很简单俐落之外 这台咖啡机的使用方式超级简单 上面有一个开锁和关锁的符号 打开来把你选择咖啡胶囊放进去 听到开一声就代表它已经准备好可以萃取了 然后你只要按上面的银色咖啡键它就会自动萃取 那这个按键最厉害的是 它可以一键制作多种杯量 什么意思 因为Nespresso咖啡胶囊有很多的类型 像浓缩咖啡大杯咖啡 杯量从40ml到355ml都有 等一下也会直接示范其中几种 它们在这个咖啡胶囊和上新增的条码 所以你放进去之后 机器就会自动对应到每一款咖啡需要萃取的水温 转算水量 是不是很聪明 而且它们家最经典的就是上层非常绵密的Cream-A 这也是我爱上这台咖啡机的原因 因为懂咖啡的人应该都知道 Pono的Cream-A是一杯高品质咖啡的象征 我非常认同这一点 你们还记得上次的新组影片 我不是有介绍好的啤酒 就是要看上面的啤酒泡沫表现的如何吗 咖啡也是类似的道理 Virtual这台标榜就是它的独家高速理性萃取技术 以每分钟4000转的高速萃取咖啡精华 它才能够产生上层丰厚绵密的咖啡幽默 喝起来也非常顺口 这一次Nespresso主推的是Virtual Pop加4条妆的限定组合 我带的是欧尼蟹、梅洛茲、伊索比亚和甜香草风味 我自己最推荐的是欧尼蟹跟梅洛茲的口味 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喝太苦或太酸的咖啡 但欧尼蟹除了味道有可可香之外 它是属于大杯咖啡类型 所以加入6颗左右的冰块之后超爽 很像在家自制咖啡厅卖的咖啡水准的感觉 然后梅洛茲是带有点饼干的香气 上层的油墨除了非常丰厚而且喝起来滑顺之外 整体的酸度和苦味的比例恰到好处 这款也是我和老婆的最爱 那说到咖啡胶囊 大家过往有疑虑的应该是不环保吧 但我跟你们讲 Nespresso回收机制做的很完善 他们家的胶囊因为是铝制外壳 里面是新鲜研磨的咖啡粉 所以每一颗都可以无限次融制再利用 并拿来种植更多的蔬果花卉等等 然后为了彻底实施在地化的回收政策 全台百货公司的贵点和超过2400个爱油箱都可以回收 爱油箱的油脂甚至是用Nespresso来负担 这点超有诚意的吧 那Nespresso他们家的咖啡机从3300元起 我今天介绍的这款Virtual Pop胶囊咖啡机 因为是周年庆限定 原价是5900 现在只要4700就可以入手 如果搭配这个探索风味四条桩组合是5620元 原价是7114元 等于一共拿了79折 这还没完喔 毕竟Nespresso是跟我合作的嘛 所以他们还有提供给我的粉丝加码优惠 只要在官网任意购买机器 结账时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KIKI200 12月31号前回官网购买50颗胶囊 就可以限责200 并享有免运优惠 详细的资讯我都会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看看 好的回到今天的主题 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韩国的机票攻略 其实台湾飞韩国 不管是首尔福山的季州都蛮便宜的 诶只要飞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所以我不太需要飞机餐跟电视 我飞韩国的几乎都是打连航为主 那飞韩国的连航价位大约落在6000分上下 我之前在釜山特辑也有说过 有时候连航促销 来回四五千块都是有机会抢到的 那我私心很推荐三间连航公司 正航空 护航跟虎航 正航空它虽然是连航 但都会附一个小餐盒和托运行李15公斤 然后酷航跟虎航是我最常搭的 这两间一般座位就很宽敞了 尤其是飞往首尾的库航 我每次搭都是空拔 但如果是去冀州或辅山的话 虎航比较豪强优惠 那传统航空的正常价位 我觉得大概是8000到1万都可以买 但如果是和长辈一起出门的话 就直接选传统航空吧 这样他们坐的比较舒服 航班时间也会比较正常 不然在长辈搭红眼扳机 我的心得是直接取消机票会比较快乐 然后住宿的部分 首尾的话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 我自己最常做的就是宏大 因为机场快线只要搭50分钟 就可以直达宏大实在太方便了 夜生活好玩逛的地方又很多 但缺点是宏大的饭店都很贵 一个晚上大约四五千块跑不掉 所以如果想要省钱住民宿或亲女的话 也可以参考右上角我之前拍过的影片 然后8月底我去韩国的时候 不是有在Instagram上面跟他推荐了一间 CP值超爆高的饭店吗 我后来发现东大门历史公园站也蛮方便的 因为它上面有景福宫北村 东边有圣水洞 南边有星沙江南汉南洞 左边有翼山洞和仪之路等等 等于他要去各大景点都很近 因为东大门历史公园站 不管是他哪条地铁线都很方便 那釜山的话 基本上闹去就是西面站南部洞跟海云台 但因为釜山的景点 我自己觉得比首尔还多元 详细的行程跟饭店推荐 你们可以参考我之前拍的釜山特辑 记者的话更简单 我去年8月不是有跟Aaron他们一起去冀州玩吗 我们真的是用新台币学教训 几乎好玩的景点海滩跟餐厅都在北区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住在冀州市就好 想要到其他地方的话租车或直接包车比较方便 ok 除了地铁和机票之外 其实也蛮多人问我 在韩国到底要怎么叫计程车 因为有去过韩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他们的计程车颜色很多 有时候你伸手蓝车它也不会停 这是为什么呢 在韩国计程车有分四轴颜色 橘 银 白 黑 基本上橘色 银色 白色就是一般计程车 但因为韩国人叫计程车大部分都会先用手机轿车 所以如果计程车前面有显示一个绿色或蓝色的野牙 就表示他们已经被预约了 那路边伸手蓝车的话一定要看到盘卡 一个橘红色的滋养 就代表这台车是空车 然后黑色计程车最贵 通常是因为司机有外玩能力 或是他的车比较高级 并且要有10年以上无造势记录 才能开这种模范机程车 那要怎么避免被司机坑钱呢 有时候你晚上去红大玩或是比较热闹的点燃建车 司机都会问你你要去哪里 如果他愿意载你上车 你要记得看他是不是跳表的 如果他在上车之前有跟你喊价 我建议你就不要上车了 因为通常司机都是乱喊的 然后如果你们要搭大众交通工具到其他城市玩的话 基本上KTX是最快最贵的选项 然后再来是SRT或物穹花号 最后最便宜的话就是客运 但我建议你不会韩文的话还是搭火车就好 第一次去韩国的话有没有一定要去哪些景点 首尔的话我自己还蛮推荐北城八景 广庄市场首尔塔到景福宫穿韩服 还有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的DDP 以及我最爱的日夜景洛杉公园 那如果你是在访首尔很多次的话 也欢迎参考我之前出的旅游攻略 或是我在IG上面也有整理更多韩国的旅游资讯 说到韩国美食 我自己觉得有几个东西是一定要吃的 连锁餐厅的部分 杂鸡店我最最最爱的就是BHC 我知道台湾人最常吃的是乔村和BBQ 但这两个台湾都有了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肌肉偏干 但BHC是我觉得韩国连锁炸鸡店中 最好吃口味最多元凭借最稳的炸鸡店 你可以选择要有骨头或没骨头 那我自己最推荐的口味是Macho King 它是蜂蜜加酱油加葱蒜 加青羊辣椒还有红辣椒的特制酱汁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起司粉和优格酱的口味 那个虽然很好吃但我觉得也比较容易吃泥 但Macho King是我每次推荐给朋友 永远第一个被吃光的口味 然后雪花冰也是必吃的 它最厉害的是四季都有限定的水果口味 像夏天的话一定要吃哈密瓜水果冰 冬天再冷都要吃草莓炼乳饼 因为韩国的草莓真的太甜太好吃了 血肠汤的话 还没吃那股是我觉得最Local 品质也最稳的24小时血肠汤饭店 不然是血肠的人也可以点猪肉汤饭或醒酒汤 另外还有台湾人最爱的早餐店eggdrop 之前在韩国美食特集也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这间虽然只有外国人会买但也真的蛮好吃的 最后呢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推荐过几百次的世光烤厂 不用排队又可以知道最道地最下角的烤厂店 世光烤厂真的是我没去所有的必吃清单第一名 另外我会想提醒一下 很多人都会去明洞那边吃小吃 但韩国人平常根本不会去明洞 那边就只有观光客 价钱会比较贵而且不一定很道地 所以我自己没有很推荐明洞的小吃坛 那其他城市像是釜山的话一定要吃海鲜跟猪肉糖饭 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过 季州的话是一定要吃橘子 黑猪肉跟海鲜料理 而且季州的美咖超多 90%的咖啡厅不是山景就是海景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的韩剧和实镜秀 一提到度假圣地就一定会跑去季州拍摄的原因 其实我之所以会这么常去韩国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很喜欢逛街 而且我觉得韩国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逛街风格 以所有来说 如果你是喜欢快时尚 当季最流行的风格绝对是宏大衣服最多 但宏大有很多条街 每一条的风格都不一样 从一两百元的地摊货到三万块的炒牌店都有 那我自己最喜欢去宏大几间店 就是Wonderplace What it isn't Coverness 把我还有女人节 不过上次八月底跟梅子去批货的时候发现 原来韩国的衣服几乎都是从东大门流出来的 但东大门的节奏非常可怕 他们的营业时间不但是从晚上八点一路开到早上五点 那你大部分都是要批货的人 所以衣服都不能试穿 而且一次要买两件以上 观光客还必须付散客价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东大门逛街体验过一次就好 除非你是那种逛街超快超很超准的类型 然后如果你们比较想要有设计感超拍美咖集散地的话 我们推荐圣水洞、汉南洞跟星沙站 那之前已经在Instagram上面跟大家分享过 这几个地方的逛街攻略 所以我自己就不多做介绍 总之呢我最不推荐的一样是明洞 因为那里除了连锁品牌之外 其他地摊衣服都是卖假货 好像也不用特地去买 你们真的要去的话可以换钱就好 然后釜山逛街的地方就是西面站跟南浦洞 有点像宏大的感觉 那大秋逛街的点就比较少 最受欢迎的地方应该是现代百货跟半月堂站 想要挖宝或是买棉被的话 可以去西门市场还蛮好玩的 然后季州几乎是没有逛街点啦 但既然都去到季州了 我猜大家应该也不会想在季州逛街吧 倒数第二点就是伴手离推荐啦 其实我觉得现在80%的韩国零食 台湾都买得到 像什么杏仁国喝、巧克力派、小鱼蛋糕等等都有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特地扛那些东西占行力重量 那我自己每次去韩国有几个东西是绝对必买的 包括 我最推荐的是奶油蜂蜜口味 其他口味有点还好 还有宾利商店几乎都买得到的绿色包装生养浴片 记住喔是绿色不是蓝色 因为蓝色包装还蛮普得 然后美妆品的部分 因为每个人的肤质、唇色都不一样 所以我没有特别推荐美妆商品 但是韩国的天气不是很干吗 尤其是冬天 有时候真的会干到皮肤裂开 所以自己还蛮推荐Milk Touch的全效乳霜 这个牌子其实台湾有很多韩系网猴都在团购 我自己有业配过 但不是因为业配过我才推它的 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不管是睡前还是当中前乳茶都很适合 我自己已经用掉两罐了 那最后呢就是韩国的突发状况 现在韩国安全吗?如果突然生病怎么办? 我跟大家讲 每次出国不管去哪 我都会尽量保海外旅瓶险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以防万一用的 像我之前去泰国食物中毒 到医院掉点滴花了4000多块 保险就帮我理赔3000期 所以海外旅瓶险这个钱我就可以不用省 然后前阵子韩国不是很常发生随机砍人事件吗? 最近是有比较平息了啦 但如果你真的很怕的话 建议大家在地铁上不要滑手机滑到太旺我 然后尽量结伴同行 随身带个小鱼菜但方生工具 韩国治安虽然蛮好的 但还是要随时注意安全 然后如果大家在韩国生病 因为外国人是没有韩国健保的 所以去药局最快最便宜 那在韩国有个奇景就是 药局非常的多 可能一条街上就有三四家 但不管是药师还是医生的英文都很烂 所以你要嘛就是打开PapaGo 要翻译软体跟药师说明你的病情 要嘛就是跟他们用匕首画脚 用手指出你哪里不舒服 他们就会立刻拿相对应的陈药给你 那如果你是在韩国有喉咙痛小感冒的症状 我自己很推荐这个蓝色包装的药 它喝起来就是感冒糖浆甜甜的 但非常有效 我每次喉咙觉得有点不对劲 一天喝三次喝完隔天就好 当然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 你就快点去医院挂好吧 反正只要有保险有就医证明 保险公司都会帮你负责 刚刚有说到这集大概可以解决80%以上的问题嘛 剩下20%其实就是那些好吃的 新景点还有一些韩国新兴的有趣东西 比如说他们最近很红一个 迪卡狐狸烧酒 那品蛮好喝的 热量也确实比一般烧酒都还要低 像这类的介绍或冷知识 我通常会在instagram上面分享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最后呢平常有在喝咖啡的朋友 如果你对我中间推荐这一台 Nespresso胶囊咖啡机有兴趣的话 12月31号前只要回官网购买50颗胶 结账时输入我的专属则扣码kiki200 就可以限责200元 一定向免运优惠哦 当然如果你们还有任何问题 或有什么漏奖的地方 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的话 不用忘记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anser facebook哦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